DX Boys新曲最好的那年惊喜公开抒情旋律感动满分今日 DX Boys最新歌曲最好的那年上线 这是三人继去年我们的时光 发行了半年之后的首支团体歌曲 期间成员们各自发歌都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 最好的那年作曲是由曾多次和DX Boys合作的制作团队 之前他们曾经为DX Boys创作过《爱出发》等大热作品 前年合作的《萤火》也凭借柔情动人的旋律获得了不少好评 此次最好的那年依旧是他们擅长的抒情曲风 前奏由淡淡的钢琴引注 搭配心许弦乐凸显出三人干净漂亮的声音 结尾用电吉他渲染出强烈的效果 增加了感情推进和爆发 感动值大大提升 此作者是蔡女慈珍钟满云 慈风温满动人 威威道来 歌词最好的那年 描述了少年人在挥别青春时光时 对曾经经历的风雨和彩虹 遗憾和胆怯 还有曾经陪伴自己的人们的告别 昨天已不可大回 对于过去的记忆被留在心里 再化为歌声大声唱出来 华晨宇出席五年之约 见面会演唱会舞美 全面曝光8月8日 距离华晨宇 2018鸟巢火星演唱会到届时一个月 华晨宇在北京鸟巢金色大厅举办了五年之约见面会 不仅全面发布了9月8日 9月9日连续两天的音乐内容 更与守护陪伴了自己五年的歌迷梦欢聚相约 以爱致谢 游戏环节和舞台互动 让全场欢乐不已 李元杰迷梦首发 喧嚣过后揭开爱情伤疤 近日游国风小生李元杰 演艺的最新单曲《迷梦》已正式发布 游看见音乐北京有限公司出品 发行爱情就像在一场迷梦中 尽情享受片刻的欢愉 一方突然的冷漠 就敲碎另一个人用心编织的迷梦 还说命运另有安排 张韶寒旅程北京即将开唱全面升级 国际化视听盛宴9月30日2018张韶寒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 北京站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开唱 此次旅程北京站是由Inclive全程主办 亚洲星光娱乐北京文化投资集团 所属的北京京西文旅科技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主办 以及齐聚一阳亚洲星光音乐联合主办 初心不改 纯粹依旧 2018年张韶寒将开启崭新的旅程 在音乐中兑现人生 在音乐中兑现人的旅程中兑现人的旅程中兑现人